林贝珍设计师所带领的是经济部合格登记的团队 而且个人领友合格的设计师证照 重视设计与人性的契合 重现美观与实用的兼备空间 认为设计不只是机能空间的意义 更是能够保有美好记忆与品味美学的一种方式 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呢 很多台北人一定很羡慕 因为如果你有自己一块地 你就可以照自己的想法 盖出你自己想要的房子跟空间 而且呢 这样子的案子 就没有什么公不公设的问题了 OK 那么贝珍今天这个房子 我觉得好是好在它是自立自建 是 而且重点是 从外观开始一直到室内设计 都是你一手包办的 没错 OK 聊聊这样子的好处好不好 其实当初夜主招我们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公司除了设计公司之外 还有建设公司 对 所以可以有一条龙的设计 从里到外都是我们一手包办 对 那自立自建有一个好处就是 从一开始我们就把所有空间都规划好 包括所有的管路 对 然后所有需要的空间 我们都把它做一个整合的设计 所以一开始房子盖好 格局就已经是你规划好的格局了 是 OK 那不过我知道 今天这个房子呢 平处面积非常的大 大概两百平 而且重点是 这边屋主三代同堂 然后屋主又有一些好朋友会来 那是不一样的需求 因为这个企业主它是三代同堂 所以会就是需要有很多宴客的需求 那我把它一楼规划成两个双客厅 对 双客厅的好处就是 如果说有客人来的时候 有一边可以就是招待宴客这样子 那家人还是有自己专属的一个空间 对 那餐桌的部分的话 我是设计一个大的餐桌 可以坐十六个人 那可是有时候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人 想要轻 简便的用餐的话 有那个中导的地方可以用餐 我这样子认真来讲起来 餐厅也算两个了喔 也算 也算 还包含一个吧台的部分 OK 这大概是一楼的配置了 是 那你说三代同堂 那我的接下来的楼层 我要怎么样去依照三代不同的需求 去配置他们的空间呢 像二楼的部分 我就是专属给第二代跟第三代 对 有孙女跟就是 儿子媳妇的地方 对 那除了他们的房间之外 还有一个公共的请房跟书房 对 好 那这个长辈的部分呢 长辈的部分就是在三楼的部分 就是除了董事长跟夫人的房间之外 他还有一个视听室跟健身房 对 那因为我有说他就是 有比较多亲友啊 还是朋友来的时候 那会有客房的部分 所以客房放三楼 对 但这个房子我这样看起来 刚刚你也提过他就是坪输高达两百坪 光房间就有九间 客厅也两个 餐厅认真说起来也算是两个餐厅 所以这样整个如果从头到尾 如果都让你用大部分相同的材质 或同一个风格 可能会少一些变化性喔 所以在公共的空间的话 其实像一楼的部分 我就是让它呈现比较大气 比较奢华的感觉 对 宴客的时候就是让他们感受到 就是兵煮静欢的效果 对 那像餐厅跟那个厨房的部分 就是走比较现代一点 那像二三楼的部分 其实他们的格局是一样的 可是因为年龄层的关系 所以我会用一些线条跟色系 去给它做区隔 对 比如说像二楼的部分 是比较冷色调 可能就是银色系 那三楼就是暖色调 就是比较金色系 黄色系这样子 对 OK 金色系跟黄色系 事实上是有看过大部分的长辈 都会比较喜欢你龟层的颜色 对 OK 那么今天这个空间呢 其实我不知道每个人 是不是都可以有机会 自技之鉴 可是我们要来让你看一下 自技之鉴其实从外在 一直到内在格局的配置 是搭配的恰到的好处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个大格局的空间 倍增是怎么规划的 好 今天的这个玄关 其实走进来它会有那种 饭店lobby的气派 是因为今天的玄关地平 我认真看了一下 一般人家里它可以五到六个 居家空间的玄关地平 加起来都还没有这个玄关大 是 其实它这个玄关 是一个还蛮重要的空间 因为它的大门本身 就有两米五的宽度 对 那我们就是 呼应这个空间的话 其实整个大理石 是有去做拼花的效果 中间的部分 其实是跟天花板做呼应 那夜主其实是很喜欢 音乐的部分 所以我也有用一些 类似音符的曲线 去帮它做一些点缀 这样子 好 那有一个这么 纵深这么深的一个玄关的 地平的空间 当然它的这个玄关的端颈 就会往后拉 拉到我们身后的这个墙面 对 我们后面的话 其实是就是用了一个 大理石的壁炉 那是跟国外下定的 它除了尺寸跟颜色 还有图腾 都是我去跟他们去做接洽 然后沟通定制的 所以它是整个食材 去雕出这个壁炉吗 对 一体成型的感觉 那下面我也用了一个暖炉 它有一个就是 萤火的感觉 对 它其实是真的是有 暖气的效果 看起来就是会有比较 温暖的感觉 像大理石的部分 其实它有做对称的效果 包含它的罗马柱 跟旁边的试花 还有就是碧灯 对 那跟我们旁边的 那个精品柜 其实是做一个呼应 对 还有就是天花板的部分 我有做一个角花 让它整体是有一个空间感 整体的效果 所以这个四个角的角花 跟你在左右对称 稍微镜面下方 也是互相对称 对 就是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好 当然这个玄关的地平 也分隔了这个空间当中 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有两个客厅 对 我先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间的尺寸 比较小对不对 对 它就是可以 就是平常家人使用的话 就是比较温暖 那其实就是可以 有家人凝聚的一个效果 那它的沙发背景是以窗景为主题 那电视墙的部分 我是用一个半宝石 去做一个衬托 对 它的结晶体非常的明确 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点缀 所以我在这块食材上 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加工 让它原来的样子 给大家看到 对 因为它的结晶体 其实就是非常的漂亮 那我的沙发背 其实是有用金线的那个线板 跟灰镜去做呼应的效果 OK 那刚好跟玄关的这个 这个精品柜也可以做一个连结 所以我这样讲一下 我在这个玄关部分 我看到左右两边的精品展示柜 刚好在两个特厅 它是两面柜在运用的 是 两边都是展示的空间 是 不会浪费空间 那也可以放一些 月组它的一些收藏品 OK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下 因为这个房子蛮特别 就是它会有两个客厅 我看完了一个 微塑性比较好的小尺寸的客厅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大的这个客厅 它本身就是你像你说的 要跟餐桌结合做宴会的时候使用 对 这个主要客厅的话 它是宴会厅的效果 那它的沙发是要跟餐桌是做连结 所以它的电视墙是在那个窗景的部分 刚好跟这个次客厅是相反的 反方向 对 那它左右有开两道窗 所以我有用一个就是 比较特殊的那个水切的玻璃 去做一个造型 对 那有阳光撒进来的时候 就会有若隐若现的效果 对 那晚上的话有打蓝光 那效果氛围还不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 今天这个是一个自地自建的案子 是 所以我发现 它每个窗该怎么开 跟它该控制的比例 其实是刚刚好的 对 开窗的位置除了非常精准之外 因为这是原本就设定好的 那它也不会有一般的机灵空间 不会浪费到 所以它整个格局是非常的方正 所以就不会像一般的建筑物 会有一些凹洞啊 或者是一些斜角 可能我们很难去运用到的空间 格局看起来是不方正的了 是 那我们要推出一个结论 如果室内设计跟建筑结构的规划 可以一并进行的画 这样子出来的空间感 跟建筑结构本身才是最完美的 没有错 看到今天的这个餐厅的空间啊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它等于把大饭店里面那一种 大包厢 整个直接搬到他们家的餐厅来了 对 因为屋主有宴客的需求 所以我们当初设定的话 这个餐桌是十六人份的 对 就是比较大的尺寸 那因为用 碍于那个用餐的关系 所以我们中间是帮它设计一个 电动的自动转盘 所以这个转盘是自动的啊 对 那我想在这个 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其实餐桌的尺寸跟形式 应该早就已经决定了 所以我在想 你的天花板的设计 应该有呼应到整个餐桌 对 因为天花板是跟餐桌是做呼应的 餐桌是钢琴烤青 那我们天花板就是用那个 灰烬跟它去做一个相对的呼应 所以从外围的线板 到里面那个顶花的部分 我们就是让它尽量升高 让它这个空间感整个放大 所以我真的要宴客的时候 其实我会在这个大的餐桌 是 那通常像这样的一个 比较开放性的餐桌需要 吧台是一个重点 不过被制作的吧台 其实功能是基本的 但造型要符合得到 我现在配得上我这个主要的餐桌空间了 是 巴台的部分我是做比较简约 然后比较俐落现代感一点 加上它的层次 中间又打一些灯光跟钻石马赛克 让它感觉比较跳一点 那他们家其实有两个餐厅 另外一个餐厅是属于比较轻松的 然后比较吃点轻食 或者喝下午茶的地方 对 它除了就是基本像一些轻食的部分 或者是有时候人口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可以在那边有餐 也比较轻松 OK 好 所以你刚说今天这个空间的收纳 都尽量是以双面归户 利用柱子的这个 本身该有休期的地方 去做一些收纳 对 像这边端頸的部分 它是玄关端頸 那它的背面 其实就是我们中导区的部分 那我那边的壁面是整个用 就是厨具去帮它做一个设计 有了很强的收纳空间 那除了收纳之外 它还有非常棒的一些 就是五金部分 还有那个就是烤箱啊 蒸炉冰箱都固化在里面 一体成型 不会有就是凹凸不平的感觉 今天的房子 如果我们从一个整个平面图 来看它整个格局的结构 几乎是一个正方形 是 OK 那在正方形的这个格局当中 要怎么去划分每一个空间 该怎么配比啦 或在哪一个位置啦 我觉得这深深的考验的 倍增的功力耶 其实像我是用九宫格的概念 去帮它做一个规划 二楼的部分的话 其实有一个L型的部分 是给足卧的部分 它包含了起居室 然后睡眠区跟更衣室 还有它的足卫浴的部分 那另外其他部分就是 可能就是房间跟书房 还有琴房 那中间足卓就是琴房 OK 那么刚刚在二楼的时候 我有看过 比方说如果你是以一个 琴房为中心 那它四周 基本上是有蛮多的进出口 或者是房门片灯动线 是 你怎么去帮我把它做一个 完整的隐藏跟规划 因为琴房的部分是 我是用比较古典一点的感觉 基本上都是用线板 去帮它做一个层次 或者是线条的跳动 那门片的部分 房门就是用 跟墙面造型走一致的概念 像琴房的部分 它的电视主墙 其实是会有两个楼梯部分 所以我会用那个就是收纳 收纳门的部分 去帮它做造型收吊 那刚好也可以跟就是书房的门片 去做一个呼应 是不是相同一模一样 就是九宫阁的概念 我是搬到三楼来做这个 所谓董事长这一辈 长辈的空间 对 像长辈的这个部分的话 像我是用比较暖色调 像你看这个是金色的这个 雕刻板 去做烤漆 然后还有像这个电视 它是用粉色系的大理石 整个就是比较贵气 比较温暖的感觉 好 那我想看完了这个 二楼跟三楼 我们有九宫阁的概念 来做平面的分割 然后做出不同空间 不同年纪喜欢的feel之外 接下来我们带各位去看一下 主卧室 好 我们特别来看一下 年轻这一代的主卧室 它有一个蛮特别的 三进式格局规划 是值得介绍给大家的 来到二楼这个主卧室的区块 我们要跟贝真来好好聊一下 其实你刚才 整个平面规划图当中 九宫阁的概念 在这个主卧室区块 占了几个几宫阁 它等于是四个正方形去组成 三个一线 然后再接一个正方形 是那个主卫浴的部分 就是这样转一个弯 对 等于是L角这样子 好 那它的这样子 在我直线的这个 三个正方形当中 我们的空间怎么安排 像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是它的起居室 对 那因为其实它也是 第二代跟第三代的 共共空间 等于是他们亲子共用的 一个小客厅 对 它这个规模已经是一般 正常家庭的一个设备这样子 OK 那中间的部分就是睡眠区 对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更衣室跟煮卫浴的部分 OK 睡眠区 我觉得刚刚看了一下 它的隔间刚好 一边就是接起居 一边就是接 更衣室 更衣室嘛 对 我就是用门片去 帮它做一个区隔这样子 只是说设计感不一样 像这边是比较现代一点 所以我是用玻璃加上一些就是 图腾的喷花去帮它营造出来 那更衣室的部分就是搭配它的那个 木纹跟造型去做规划 对 了解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设计 其实我觉得很贴心 而且我觉得蛮新奇 重点是你必须这个房子 从盖的时候 就是你一手包办 才可能有待会我们要介绍 这个功能出现 对 这个功能是 就是就义回收的通道 怎么说 等于是它 我们在一般管路间的地方 留一个位置给它 从三楼就可以直接把脏衣服 或者是从二楼就是直接丢到一楼 那因为洗衣间是设定在一楼的部分 那就是下面会有个篮子 你脏衣服都放好了之后 然后篮子拿到洗衣间就好 就不用这样子提来提去 可是如果我的建筑不是从 一开始就是你一手包办 应该就没有办法规划这种功能 会非常麻烦 比如说你要打楼层板 或者是说要另外再去隔建出来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让我们看到 这个房子如果是从自地自建 从建筑结构体的本身到室内设计 都可以做整合的规划的时候 其实好处真的很多 像一些贴心的小设计 我们一开始就可以先规划好 还有像空间杆的话 就是不会有一般的机灵空间 那动线上或者是说屋主的需求 我们一开始都可以先设定 不会有其他还要修修改改的问题 OK 所以希望今天这个案子 可以让你想要自地自建的人 有另外一种更深层的了解跟认识 欣赏完三层一共两百坪的 自地自建案 不得不配福林倍增设计师 超级深厚的设计功力 不论是大道格局的规划 以及风格的设定 甚至是小到细微贴心的机能安排 例如像是内建了集成通道的吸尘器街头 又或者是联动开关的仪轨灯光 都让这栋气派的别墅 客制化着程度 提升到最完美的层次 堪称是自地自建案的经典范例喔